这个女人刚死了老公 就被酒后的混混强行垫污 恰好当晚正是死者回魂之夜 女人按照惯例点燃了两台白蜡烛 等待鬼魂回家 过了凌晨十二点 屋内的气温突然骤降 回来 别挂一阴兵啊 站在那个女人面前了 我说不要看了 亚芳感受到了仗有存在 眼中流出不舍于委屈的泪水 一旁的几人此时也是胆战心惊 其中刚刚欺辱亚芳的陈强 更是吓到四四发毒 此时亚芳和儿子根据鬼魂的旨意 缓缓走进了房间 可片刻后恐怖之事发生了 只见一张鬼脸突然凭空出现 并死死盯着陈强望去 突然屋内阴风阵阵鬼叫连连 同伴这时察觉到了不对劲 赶忙质问陈强是不是欺负孤儿寡母 老大更是掏出枪来 让他不要连累大家 可陈强仍然在抵赖 眼看鬼魂欲加生气 一旁的鸡仔终于说出了实情 陈强一听恼羞成误 他把枪就乱射一通 几人互相残杀接连中枪倒地 陈强也被鬼魂操纵身体 直接用枪对准了下体 这是桌上的烛火被打翻 大火迅速蔓延开来 众人都这样葬身火海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 阿东缓缓说出了这件往事 当他讲完后望向后视镜时 却发现小马驾驶的货车消失了 阿东一枚流神差点与卡车相撞 可没一会货车就慢悠悠开了过来 小马说自己刚才去方便了 为了表示歉意 他邀请阿东吃宵夜可一顿饭的功夫 阿东所驾驶的出租车轮胎就被人扎破了 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让阿东不想再接这单生意 眼见如此小马又再次加价 阿东只得坐上货车为其指路 同时阿东也十分好奇 车厢里究竟装的什么神秘货物 让人不惜花高价也要半夜送往 而机会很快就来了 没过多久趁着小马下车方便时 阿东拿出手电筒偷偷窥探车厢 只是里面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 小马上车后两人继续赶路 当货车经过一个小镇时 一群女人蜂拥而上 阿东突然变得暴躁无比 他狠狠地赶走了女人们 催促货车加速往前开 这时小马却开口为他们辩解 这些女人来自底层 没有文化又能做些什么呢 接着小马又讲述了春雷饭店惨案的另一个版本 三十年前确实有四个匪徒闯进了春雷饭店 几人因为分赃不捐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老大即便双眼被打瞎 也要用铁链把装满钱的皮箱绑在手上 就在火药为愈发浓烈之时 亚方吐着瓜子妖娆出现了 他因为早前丧夫独自抚养儿子长大 在日月村开饭店是假 实则从事的乃是皮肉交易 因为见惯了各种身份的顾客 所以亚方在看到匪徒后一点都不害怕 听闻几人要借宿 他张手就要钱 去厨房煮面时他更是诱惑起鸡再来 面条端上后老大吃了口 直接摔碗大骂难吃 亚方不甘愿受气 他也破口大骂给予还鸡 陈强立刻掏枪制止 不料鸡仔这时却突然反水 他把枪口对准了同伴 老大见此目不可 命令陈强收拾亚方 可亚方却狠狠打了他几个耳光 原来这两人才是一伙的 楼下不知情的老大这时开始搂吐 他怀疑面里有毒 立刻派鸡仔上楼查看 结果没一会就响起了枪声 鸡仔也从楼梯滚落 顿时枪声四起 老大和另一人来不及闪躲 也重担身亡 亚方很快抢到皮箱 可这时老大竟没断气 亚方见状直接手起刀落 砍掉了老大的手 随后把酒精倒在他身上 接着取出一根烧火棍 一把火将饭店烧成灰烬 之后亚方将儿子阿朗托付给妹妹一家照顾 自己和陈强打算去外面躲一阵 再回来接儿子 可不久后两人便落入法网 陈强扛下所有罪行被判处死刑 亚方则被判了无期 阿朗此后被受虐待 姑父每天对着他拳打脚踢 还把他送到街上要饭 长大后的阿朗终于在某天出手反击 他手持铁锤狠狠将姑父打成了重伤 当阿朗从牢教所出来后 就开起了出租车到处四海为家 当小马把故事说完后 阿东愣住了神 原来他正是故事里的阿朗 只是现在改名成了阿东 小马似乎早有所料 他拿出钥匙 让阿东把货送到日月村春雷饭店 阿东打开车厢后 只见里面坐着个女人 而他正是自己的母亲亚方 原来母亲刚被刑满释放 阿东心里五味杂沉 最终还是原谅了母亲 他背上母亲走上了回家的路 并谈起小时候母子俩的往事 谁知刚走到门口 就看见院子里点着两排白蜡烛 蹲在地上的女人看到阿东 急忙走了过来 阿东这才认出女人正是小姨 小姨告诉他 亚方在上个礼拜已经病死在了监狱 今晚恰好是他的头七还魂夜 想不到这是母子俩的最后一面 再见到儿子后 亚方心愿已了 他化为一缕白烟瞬间消失不见 而货车司机小马 正是头七这天 押送鬼魂与亲人见面的地狱使者 我叫小马 是做牛做马的马 亦都是牛头马面里面的马 今天的电影到此结束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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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